好来看到玉里镇公所在德武射箭队 以及秀林乡射箭团队等单位协伴之下呢 在泰林原住民族文化园区 举办了第八届的镇掌杯原住民传统射箭竞赛 泰林文化园区位在花195县旁 园区有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 橘木可见山轮起伏景色相当壮阔优美 玉里镇第八届的镇掌杯传统射箭赛在此展开 开幕典礼由代理镇长詹秀聪主持 南区乡镇等地方人士到场观礼 总共有来自宜花东各地95支队伍 总共有300多位的神射手同场竞技 场面盛大 你就是宜花东的射箭好手来这边参加比赛 那相信现在目前射箭已经是列入我们的奥运项目之一 这一次是我们国小组最后的切磋射箭的一些技能 参加的队伍分为社会团体组 社会个人组 国小团体组 以及国小个人组等多项比赛的组别 其中有反驱攻射箭队的古风国小 设下国小团体组的冠军跟季军 还有小女组个人冠军 小女组的神射手奖成为这场赛事的大赢家 记者高雙雙玉璃阵采访报道